火影忍者里牵手铸肩是初代火影,拥有非常特殊的仙人体,其查克拉和恢复能力都远超常人,而这些能力,别人都能通过移植铸肩细胞得到。 剧中出现过不少移植铸肩细胞的人者都能获得铸肩强大的恢复力和查克拉,还能使用铸肩标志性的目盾。 由于铸肩细胞强大的恢复力,忍者还能用来修复身体,因为战斗失去身体某个部位,都能通过移植铸肩细胞修复,重新获得完整的身体。 与之波带土就是靠铸肩细胞活下来的,而明远在和左铸一站失去手臂,也是靠铸肩细胞就活的。 只不过铸肩细胞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移植的,也要看匹配程度。 大手完研究铸肩细胞时,就因为不匹配,害死了很多试验品。 麦特凯作为燃烧自己,差点踢死六道班的大功臣,他失去一条腿后,本来,也想移植铸肩细胞的。 只可惜经过试验,凯和铸肩细胞并不匹配,因此凯黄无法靠铸肩细胞就回一条腿,可能要一生断腿了。 好在凯黄足够坚强,哪怕失去一条腿,也很乐观,还借此激励学生,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者。